一名男子被退上单架 送上救护车 医护人员紧急急救 因为情况危急 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郭道旁一辆大货车 车头严重溃缩 几乎全毁 板机凹陷 前方连接车 后方也有撞击痕迹 山内载的冷冻肌肉 也因为巨大的撞击力道 发了慢地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 13日早上6点多 国道1号北向42.2公里处 22岁的邱姓男子 驾驶大货车行驶在外车车道 以思维注意前车路况 高速追撞前方连接车 大货车车头当场变形 车内的冷冻肌肉掉了满地 驾驶受困在变形的车内 警消出动破坏器材 将驾驶救出送医 但是仍然伤重不治 夹几就对了 对了 都夹几 撞到那个大车后面 撞到的时候车子夹击 才会往后面好走 由于事发路段 散落大量冷冻肌肉 影响交通 警消通知清洁人员到场处理 也将待日监视器厘清照折 只是清晨台车送货 是不是太疲劳 所导致还是有酒驾的嫌疑 警方已经通知雇主 当然要厘清死亡驾驶的公事状况 记得送好宝宝